如果我今天真理想啊 这个癌细胞根本就不存在 可能大伙都不相信吧 叫你化疗的医生啊 他一定是有拿回扣的 事实上呢 在中医来看啊 根本没有癌细胞 为什么有人得了癌症以后 他治不好了 我敢说 如果我不讲 你这位子都不会知道这个真相 这个资本费了多少年 把那个癌症这个思想概念 植入到了你们的思想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生病了 哪怕再有钱都治不好 怎么看都看不好 如果你身边的人有这些疾病啊 你去翻一本这个书 走后疾背方 这里面的疾病对照表 当你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 讲的症状和你的症状 那是一字不差啊 腰间盘突出 怎么回事啊 颈椎病 怎么回事呢 眼睛近视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鼻炎啊 经常复发 怎么回事 哎呦 痔疮是怎么回事啊 喉咙里面经常发炎 是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说啊 你能在走后疾背方的 部落里面 找到人世间所有的疾护 而且你能找到的原因呢 都能够拿到那个解决方案 中医啊 它有个最著名的话案 叫做 服管疾欲 意思就是说呢 这汤药啊 刚喝 还端在手里面 问题基本上就已经解决了 而且您真的把这本书看了 找到现在面临的疾病 你去解决它 你会发现 你的疾病真的会 奇迹感的消失 真的就是这么神系 这本书伟大到什么程度呢 伟大到每一个身边 有疾病的人 你都应该送他一本 这本走后疾背方呢 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 从老一代人身上 那边传下来的 有根有据 用起来呢 可以放心 安全 廉价 有效 现在呢 已经被翻译成 通俗易懂的白号文 详细介绍了 药膳的材料 各处 配方 比例 还有具体的用法 用量 注意事项 老年人 你完全不用担心 读不懂啊 简单到小学生 都能看得懂的 建议你有条件的话 一定买一本 走后疾背方